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上 周子舒大人求见 宣 是 周大人请 参见皇上 起来吧 子舒啊 你这脸色越发不好了 回头叫太医给你瞧瞧 怕是身上有暗伤 别倚仗年轻便不当回事啊 老皇上挂心了 皇上 这是您上回吩咐的 这事办得漂亮 只是 这个自请离开天窗的老碧 臣处理过了 天窗直接效忠于陛下 掌握了太多朝廷和江湖的秘密 若是放任其离开 必将后患无穷 昨晚 臣以为老碧上了七窍三丘丁 朕记得你发明的这七窍三丘丁 便是在人胸腹间最要紧的七处大学上 以内力封入七颗毒丁 七经八脉凝脂不行 从此武功尽肺 口不能言语 四肢不能烧动 行如废人 三年之后独入五脏 三年之后独入五脏 七决失魔 第二个 朱大人 朱大人 不 不能了 朱求你 朱姿树 三年的苟且偷生 已是胜倦 你办事总是妥贴 即使如此 那朕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朱姿树可要朕怎么犒赏你 臣 但求皇上上个恩典 起来说话 这么多年来 你为朕经营天窗 为我大庆出生入死 除了这江山 要什么朕不能答应 写说说 子树 你 臣 已经为自己 钉上了六颗七桥三秋钉 什么 你 你自己 别留开 是 如是第七课也打进去 怕舌就撑不到宫里 和皇上辞行了 天窗十年看着一手剑笠的 到如今 依然进出森严 规矩调整 四季庄的管家一直跟着我 信得过 也是有本事的 之后 可由他来接受天窗 那些年的锦绍沈危机关酸进 狼烟四起凤霜苦寒 终于换来了朕的军林天下 可所有人都不在了 云星远驻西北 北渊 北渊没了 如今 连你也要抛下朕了吗 朕是孤家寡人哪 七峭三丘顶 三丘必断肠 开宫没有回头剑 念在臣这么多年师奉的份上 恳请皇上 成全了臣吧 罢了 谢主龙恩 谢主龙恩 皇上 保重 子叔 你今后可有什么打算 从前做了太多见不得光的事 在朝廷局势稳定之后 我想远走江湖 会自己活一次 皇上敢放你走 妻也走得了 子舒自然也走得了 他认你若是易乐融 我怕是任不出你 若是在江湖上遇到了麻烦 我便自回来找你 你可牵我一次 我记着呢 若是不变相人 你且记着这句 什么 身似浮云 心如飞血 你将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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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能须得了 武侠广播剧天涯客第一集 七窍三球丁 七窍三球丁有一个秘密 若是一次连钉七根钉子 人当时就不信了 可若是每三个月钉进一次 虽然三年后也得吹灯芭蜡 可好歹能生下武城内宫 虽说每日子时 去忍受追星尸骨一样的疼 但我这一辈子 都没有这样快乐轻松的时候 江南的太阳 可真舒服 叔叔 你怎么睡在这里呀 为什么不回家呀 家里有床 床软软的 小宝 小宝 别乱跑 真是的 一转眼人就没影 我 你看着跟个牢病鬼似的 染上病可怎么得了啊 快走 有多少年没这样 脑壳空空的在路边晒一晒太阳了 可笑路边行人 个个行色匆匆 砍死一样的来来回回 倒比我一个算计日子快可屁的还急事的 公子 你瞧那人 若说他是要饭的 身边却连个破碗都没有 若说不是呢 又巴巴地在那做了一上午了 什么都不干 这黑黑傻笑 莫不是个傻子吧 他是在晒太阳 人海茫茫竟还遇上个知己 我不信 带我亲自问问他 江南果然是多美人的 这随便碰上的紫衣姑娘 都长得跟天仙似的 要饭的 我请你吃饭怎么样 小善人 你不如请我喝酒 公子 这傻子叫我善人呢 别人都是要饭 怎么担你要酒 那酒有什么好的 能管宝吗 品酒戒红颜 季炎全盛红颜子 英莲半老白头翁 姑娘这样幸灾乐祸 可不厚道了 你还闻着着的呢 我的酒壶 你等着 这酒壶给你装满了 我问你个事 若是你说对了 我便把酒壶给你 请你喝酒 若是你说不对 我去网里下毒 叫你喝辣 纯肠烂冻 我那酒壶 是从一个老价花子那儿迎来的 里面也不知道泡了多少狮子的尸体 你若喜欢就拿去 我不要了还不成吗 你家姑娘白跑一趟 我可生气了 生气了 就得杀了你 你是哪里来的小魔星啊 说不说 你问吧 我问你 你在这里要饭 为何身边连个庄前的破碗都没有 我几时说过我是要饭的 不过呢 站个墙角晒太阳罢了 还真是晒太阳呢 我怎么看不出来 这太阳有什么好晒的 你 你会武功 我一个皇祖埋到脖子的人 除了喝酒 便剩下混吃等死 不晒太阳做什么 好酒 多谢姑娘 有缘再会咯 你 溜了 是人家能在我眼皮底下溜走 阿湘 你本事不行 眼力也不行吗 还在那儿丢了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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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颠着这副劳病鬼似的人皮面具 大概是进不了客栈的吧 要不坐船到城外 随便找个破庙 对付一下 去 咱月 来 味儿 来 太热了 去拿 了 了 最后 估计 想 Ravi 这 老官 不好意思 这几艘船都已经被预定了 您要不再上前面看看 我也是 我去看看 这艘倒是闲着 难怪闲着 生意这么好的时候 居然在睡觉 喝喝 奶奶的 没看见老子睡觉吗 老张 生意来了 你娘的 你嘴长着留着出气 还是留着放屁啊 光在这坐着 要坐船不会说一声 你屁股掌地上了 起来走了 你娘的 你娘的 老张 有吃的吗 剩饭也行 给我一碗 哎呦 还是个饿死鬼头胎 拿 是用搬换吃上的饼 谢了啊 你娘的 这老于乔目光如电 太阳穴微秃 筋骨球节 伸手必定不凡 那摇摇一对视的萍水之鸡 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人 不过眼下是是非非 又与我何干 不过眼下是是非非 又与我何干 又有点香好吃的呀 阿星啊 你还年轻啊 不 这不是 你认识那两个人 那个穿灰衣的男的 和那个穿紫衣的女娃 他们从哪儿来 不认识 但他们请我喝过酒 老长 你这饼子 欠点咸淡味儿呢 我管粗言细言的 您好歹多放点啊 你娘的 那么大个饼子 我都堵不住你的嘴 有饼吃 还看奶奶的咸东咸西 饿你个兔崽子三天 看你吃屎不说枪 到了 赶紧出来 有饼子 这块碎银子 给你 快滚快滚 别耽误老子正事 赶紧投胎吗 你娘的 你她 快滚 喝的这老东西 是假这个船夫身份 有时针 有时针一百度为生 还不得穷得当裤子 你娘的 半辈子跟一帮斯文败类混在一起 一张嘴 就拐弯抹角 紫月紫云的 没想到 马杰竟然是这样舒服的一件事 是 你个拿钱不好好办事 吃饭不拉人时的老龟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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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来了 还受了伤 睡个觉都不得暗示 李伯伯 等一个证调里躲上一会儿吧 等等 这位朋友 是你 他娘呢 是你这药犯花子 食道干净了 倒还有个人样啊 李伯伯 李伯伯 血中带紫 唇色铁青 看来他的吵架 你的娘呢 来头不响 还是不是爷们儿啊 哪儿来这么多马尿 老子 老子还没死透呢 李伯伯 对不起 我 我也是个没出息的 只是当年受了你爹的恩 这下拿命报了 也没别的东西了 小子 小子 你 鸡蛋 你们跑得倒是远 老头 你不会真以为你能豁得了这箱子吧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连武器都没有 小兔爷还要咬人不成吗 你 受死了 删不开了 什么人 好家伙 深更半夜的 竟有这样的要脸的人 在荒郊野外 欺负老朔至子 哪里来的小贱人 老贱人 你休也不休 欺负人小孩 还有个快死的 关你屁事 又是个熟人 探杂 这场医院情仇 却有一半人都守经天狱 无奈的奸人闲着无聊 偏要管 说不定 还是一场命运 不过这姑娘的主子 好像没有一起过来 死吧 来不及躲开了 谁 我的腿 你这老贱人 居然敢按刺我 你是 你 你怎么样了 你 小子 李伯伯您说 他中了三根断肠散 再加上留了这么多血 没救了 你节哀吧 你胡说什么 走开 不是好人心的狗崽子 要 要饭的 是 我还当是哪位高人帮了我一回呢 没想到是你 我请你喝酒 你替我打架 正好 咱俩谁也不欠谁了 老兄 你叫我 我 我 我把银子还给你 白让你做一回船 你替我 你替我 替我 将这孩子 送到太湖 赵家壮 我说这位老兄 滴水 滴水 滴水之恩 当 当永泉相望 我是不是应该再换张脸 现在这张都这么面黄鸡瘦了 怎么还有人找我当面大头 老兄 这钱我不要 你拿回去 你就当吉德吧 吉德 还有后辈儿孙呢 就算断刺 绝孙 还有下辈 下辈子呢 是啊 还有下辈子呢 这辈子造过那么多年 三年后一死了之 纵然一了百了 可 还有下辈子呢 我 我知道了 张家就剩这么一个孩子了 你要 你要做不到 你要 我 我下去 也要走 走 藏你祖宗十八倍 李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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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主人说你厉害 我还没瞧出来 哎 你是哪门哪派的 叫什么名 不才周 周旭 无门无派 不够孤魂也鬼一条 浪迹江湖罢了 还会请教姑娘 如何称呼 周旭 没听说过 若不看你那张 牢病鬼似的脸 这说话的气派 倒还真想那么回事似的 我叫做顾香 伯伯 哎 我说啊 你都死了 你差不多把他安葬了吧 啊 还有人追你们没有 不要你滚 你小子 不识好歹 姑姑娘 你 难怪主人高看他一眼 我仅看不住他的身前 若真动手 怕是讨不到便宜的 姑娘 这孩子 刚刚同事亲人 难免口无遮了 卖你这面子就是了 喂 小偷崽子你看清楚 姑奶奶只是路过 瞧你们可怜顺便打酒 别跟姑奶奶我杀了你们全家似的 瞅你那熊样 除了抱着个死人流马尿 也就欺负姑奶奶脾性好容忍你 好了不起呢 这位姑娘教学的事 多谢姑娘出手相救 得罪了 我 我可没说让你给我磕头 你还是赶紧起来吧 先起来吧 一会儿将这位 李兄安葬了吧 好歹我收他之托送你一程 回头若是不急着赶路 便在此凑合一下 也和我说说是怎么回事 好 李伯伯 李伯伯 面后的这块地方 我们看着觉得挺好 你先安心睡在这里 差不多了 我削了件木头 正好做墓碑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叫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他只说他姓李 受过我爹的恩 却不愿到庄里来 他说 若是吃了张家的饭 便是被人养着的亲客打手 他不愿意做这个 他是来报恩的 好 这位李兄 当真是封尘中的义人 义 是 李 大 胡 喝好了 周兄你看看 好不好 好 这个伯 少了一片 好了 插上吧 谢谢李伯伯救命之恩 一片 趁衬 你要休息一会吧 我姓张 叫做张成岭 周 叫书就行 周叔 张成岭 好像有点耳熟 你爹 可是南河庄主张大侠 你是张玉森的儿子 那个江湖上最富盛名的五大家之一 江南张家的张玉森 我竟没瞧出来 试敬试敬 你爹四世有些名气吧 我们前日到的就已经听说过了 据说他年轻时候很有点本事 这几年半饮退室的定居在这儿 经常做膳事 庄子里还住了不少武功不错的青客 有这样的老子 什么人大半夜追杀他儿子 是吊死鬼学坊 你说谁 是吊死鬼学坊 我亲而听见别人这么叫他的 他这便是杨角峰吧 这事才反应过来出了什么事 心直受打击太众所致 睡一觉就好了 今天是酒楼上那位兄台呢 没和你一起吗 你怎么知道他和我一起的 是了 你听见我们说话了 我说我问你那句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和我家主人说的一样呢 你家主人也在这里吗 回到老乡好去了 老乡好 你看我做什么 他去睡男人 难不成让姑奶奶在窗外守着听响啊 姑娘家家的 那小子说的话 你相信吗 那个黑人是吊死鬼 他的意思是 青竹岭恶鬼中的吊死鬼 这世上还有几只吊死鬼啊 传说风崖山青竹岭有个山谷 人称鬼谷 静静来江湖中最大恶极者 寻求庇护者 走投无路了 便去鬼谷 一入鬼谷不负为人 臣间恩怨便尽了 而关于鬼谷的传说太过可怖 仇家便也不再计较 鬼谷中的十大恶鬼 个个嗜血成性 鬼主更是极恶鬼之大成 非人非鬼 那吊死鬼薛方便是十大恶鬼之一 那你说是不是那个薛方 那吊死鬼薛方成名三十年 乃是穷凶极恶之徒 岂能被你这么个小姑娘三两下打发了 嗯 也是 吊死鬼要真让我就这么宰了 那也是我家祖坟上冒青烟了 可是我也没爹没娘 祖坟也不知道在哪儿 说不定压根就没有 青烟也一定是没有的了 那他肯定不是吊死鬼 有人 糟了 七九三就定发错了 听上去不少 你怎么了 没事 把人藏好 躲一躲 躲 这破庙哪有可躲的地方 就是这个傻子 各位 大半夜的 连个招呼都不打 就这么扑向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 有失身份吧 围起来 唉 真是流年不利 三百年不做件好事 一出手就惹得一身麻烦 周兄 我一个柔柔女子 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 心里可害怕了 需要你保护 一 上 摄氏哥 什么阵法 我听说一种阵法 宁为八皇六回阵 配合得当的话 每个人的威虚破绽 都能刚好被旁人捕捎 即会天衣无缝 那怎么办 我服慈悲 就弟子一回 这破了 老四 周兄弟 你干什么呢 还不来帮忙一起杀 郭妹子 我一个柔弱叫发子 没见过这阵仗 心里可害怕了 需要你保护 你 不好不好 丫头你没张法 快出庄的男的 套原安静 周兄 你安静功夫不错呀 兄台 下盘乃是跟机 行而无根 动而无浊 居然还想着要抓我 怎不失手 不好不好 阵型已散 还急而冒进 真是顾头不顾定啊 跑 想跑 这 全杀完了 好快的轻功 还有很多的手法 这个姓周的 到底是什么人 这些人安算于人 灭人满门赶尽杀绝 还要这样藏头录尾 若真叫他们跑了 恐怕路上还有得应付 小心 没人 谁 你 易容过吗 苗成岭 拜您为师吧 真眼呢 又长真眼呢 周兄 真巧啊 隐魂不散 这人间困境几何 得超多有几个 若敢一生死来生 竟然是天涯客 谁似别秒堂 最深刻 目的天光上春色 欲作险云河 天有生就隔 被虚似身骗走魂圈路 看尽英雄缠遍群归我 黑白做风雅起义舞 描手舍巨带谁辱 柳河妙妙总是无弥处 写酒来发箭去自要归宿 词曲 李宗盛 张写道人心颇擦 甘苦自去自舍 欲知己明目叉叉 如剧灯过原则 谁已归心事 恨神恶 红袍推身谁是得 一言尽万年 情之中不舍 非虚似身骗走魂圈路 看尽英雄沉变群归我 黑白做风雅起义舞 描手舍巨带谁辱 柳河妙妙总是无弥处 写酒来发箭去自要归宿 天与晚风学习把书 和心切斩万寸不孤独 闻余生在守好眉目 三秋如梦也远复 柳河妙妙自有自在处 柳河妙妙自有自在处 梦也远复 柳河妙自有自在有 柳河妲惯 柳河妮自在与潑山辰火 柳河妮摩蛮妮自对冰山辰倾 柳河妮自在与潑山辰家 柳河妮自于潑山辰家 柳河妮自有自在导山辰家